应该算是处理分手时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了 可能是之前张涵和郑爽分手的时候惹来的争议太多 所以这次他们选择了工作室发布声明的方式来宣布分手的消息 不过虽然官方说压力太大和忙导致分手 但是从张涵十月份发布的微博来看 分手似乎另有隐情 两个人十月中心决定分手 十月底的时候张涵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 当你把心意变成习惯去做 就变成了理所当然 K的图是张涵一个人在英国工作的照片 从张涵发的这条微博不能看出 两个人分手并不只是因为工作忙和压力大 要说压力大 两个人刚公布恋情的时候压力比现在大多了 但是那时候两个人还不是爱得如交似习的 现在经过了几年 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祝福这一对情侣 所以说压力大只是官方说辞而已 至于工作忙 娱乐圈就没有不忙的人 但是娱乐圈的夫妻和情侣也比比皆是 所以真正分手的原因应该是像张涵这条微博里面所说的 那咱把张涵对他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 这其实也是很多情侣分手的原因 一方不断的付出 另一方索取的越来越多 最后付出的那一方不肯重复 选择离开 就像一个固执里说的 我每天给你一颗糖 每一天没有给 你反倒觉得我欠你的了 以前张涵和郑爽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郑爽是爱得很卑卑的 为了张涵做了许多的事 而张涵那时候处理恋情的态度 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公开 后来公开了也感觉是郑爽爱得更多的 而和那咱谈恋爱之后 张涵不仅在微博高调公布恋情 而且还经常被拍到 深夜开车接送那咱 可以说是非常心疼女友的 可以看出在和那咱的恋爱里 张涵就是之前郑爽的位置付出的非常多 而且早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张涵也说过和那咱谈恋爱时是奔着结婚去的 真的非常认真 而且很爱那咱 这是张涵微博里别说 对那咱的心意吧 可惜那咱只是把这些当做了理所当然 话说张涵要是和爽妹子在一起的时候 也能这么伤心